不值得深交的六种女人予以见过几种 人和人相处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了解对方的过程 有些人你对他付出了真心 然而他却可能在背后让你难堪 有些人可以深交 有些人则只能当作路人 那么什么样的女人值得你真心相交 值得你付出真心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不能深交的六种人 让你在和人相处的过程中准确地看清对方 避免陷入感情的陷阱 一 爱慕虚荣的女人 虚荣心太强的女人只会注重物质生活 她们看待金钱和物质胜过感情 她们会唯利是图 只要有人能够满足她们的要求 她们就会对别人好 这类女人和你相交并不是因为你这个人 而是因为你的金钱和物质 因此面对这类女人千万不要入情太深 否则你只会被她骗得很惨 二 拿你当取款机的女人 有些女人和你交往 完全是因为你的金钱 她会拿你当成她的取款机 让你为她买一切东西 而从来不会考虑你的经济承受范围 她觉得你为她花钱是天经地义 然而她却从来不会为你买任何小礼物 一个从来不为你付出的女人 是不值得你为她付出真心的 三 没有底线的女人 无论做任何事情 我们都要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和底线 而她做任何事情从来不会考虑有没有底线 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事 她都会去做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她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即使拿你当垫脚石也在所不惜 和这样的女人相交 她只是在利用你的价值 一旦你毫无利用价值 她就会一脚将你踹开 四 不孝敬自己父母的女人 父母的养育之恩 是我们这辈子最难回报的恩情 在我们的余生 也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孝敬他们 这是我们的义务 也是我们的责任 如果一个女人连父母都不孝敬 这样的女人又如何值得你去深交呢 五 过于自私的女人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私心 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过于自私的女人 只会考虑自己 而不懂得为别人考虑 从来不会懂得换位思考 当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 她也不会主动伸出援手 反而会在背后奚落你 面对这样的女人 还是趁早离开吧 六 拿你当备胎的女人 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类女人 当她需要你的时候 她会甜言蜜语地请你帮助 或者拿你做她的出气筒 当她不需要你的时候 就会十分嫌弃你 跟你说话也是一脸嫌弃的表情 这种对你呼之折来 挥之急去的女人 她们只是拿你当成她的备胎 或者连备胎都算不上 对不起 对不起 感谢观看